再来看到花莲市长魏佳贤以无党籍的身份转战了先议员的参选 这次抽中8号代表喜气的发发发 担任6年的市长期间一直把市政做到最好 花莲市政也更加亮眼 这次参选先议员也恳请湘兴能够持续支持他来为花莲打拼 为良心生 民心起神 市长魏佳贤在他的妻子吴应成和大批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县选举委员会进行抽签 而这次抽中8号可以说是相当的好记相当的喜气 魏佳贤表示这次他转战先议员 也恳请湘兴能够继续支持他为大家服务 今天抽到8号 那我们也谢谢四面八方来的祝福 那也谢谢四面八方来的肯定跟支持 未来魏佳贤如果能够顺利转战成议员的话 肯定会监督花莲县政府各项施政的一个方向 那给予更多的建言 那在此也要希望更多的选民能够来支持8号魏佳贤 因为你这次变成五党王 就是会不会有票压力这样 每次竞选都有他的压力 所以我们还是会一步一脚印的 用最务实的方式来寻求选民的支持 那当然在市政的部分 我们也会持续的把市政做好 那让下一届的市长能够更顺心的来把市政推动下去 郭佳贤表示 当然市长已经不到几天的时间了 他会编练好民意读的议算 让街任市长能够无缝接轨 这次转战先员一职 也恳请大家能够像以前一样 恳惜他继续为花莲市来打拼 记得很欢迎华师伯老 我们下期再见